計上海之後,北京的疫情數字其實現在就開始上升 還有看到港匯有弱勢 預料這個星期,其實恆子感覺上都會比較波動 你預期會在什麼水平上落 還有上個星期跌,就看到技術走勢上就是 向下補了3月中的上升裂口 對口肢其實有什麼啟示? 啟示不大 就是你修補裂口,我覺得 看你用什麼角度去看 如果你看短線走勢 是有一定的指標性在那裡 修補完跌口都不代表著什麼 最重要是你看整個跌幅 或者整個走勢位置 或者你有什麼預期在那裡 其實預期第二季 如果整個四月份 我會不會猜到22,500跌下來 接著落到近期兩萬點 這些位置有支持反彈? 老實說,真的猜不到 但如果你看過一個月 指數只是其中一樣 很多個別股份都是 穿位,就像4月初那段時間 升穿22,500,破了位 你照計是會抽息一陣 不是的 這段市況就是破壞 但跌穿了的時候 大家會想著沽下去 以往可能會補完裂口之後 大家會想到 整個調整幅都還原了 那你就再穿上裂口 補完之後再向下 那就出市了 但這段市況很多時候就是穿位 接著就開始跌資金去買東西 第一個原因就是 第一方面你要想到 市況現在處於什麼階段 如果你在走一個明顯下跌 的話 就不會出現剛剛說的走勢狀況 如果你有一個單邊方向 上升也好,跌也好 很多時候穿位的東西就會去追 跌穿那段時間就止潛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一年我們經常都要和大家這樣說 但是在這個月的市況上 很多股份的走勢都是這樣 升穿那段時間就取消 跌穿那段時間的資金會去買 原因就是因為港股處一個整股期 跟美股的分別之處就是股值 就是你如果說美股的股值 一定還是貴的 港股的股值 你怎麼都不會用貴來形容 另一個我覺得不合理 偏便俱間 但因為有很多風險政策 所以只能夠用合理 就是如果你沒有很多政策風險 就不可能有這個股值 所以你說現階段的狀況 就是一個整股階段 整個四月份 唯一看錯了 就是想不到整股幅度比想像中大 但是我們向來也想不到 整股幅度有多少 所以我們常常說不要猜大 也不要猜頂 但是市況既然出現了很大的轉變 就是這樣 有一個整固勢頭在這裡的時候 只要不要調整太深 我們放一個防守線 什麼時候開始要小心點 那就OK了 至於什麼時候才開始小心點 我們會看就是由一百二幾 就是三月中的低位 彈上力 去到四月頭 兩萬二次五 最多給它調整0.618左右 會修補個列口的 大約一萬九千九百點 至一萬九千八百點 這些位置 所以現在短時間 我們還可以再給三百多四百點 不發去 如果再穿上去的時候 先開始想一下鏡 看看有沒有真的很多風險政策出現 這個月是有的 包括說很多除牌list 現在去到第五還是第六批名單 就有個除牌list 也都說有些確訊除牌的股份上面 但其實這個月不要忘記 就是說內地方面 也都說找一些企業 就是交多些資料出去 讓他們這樣做 因為他們還沒做 你未來隨時一旦有機會做的時候 你看到有任何一間公司 在做這些東西的時候 氣氛就有機會好一點 所以市況我覺得 不是一面倒膩的 遊戲版本也有 只不過沒有一些大隻騰訊 網易粉 但既然都出來有一批 有一批就自然有第二批 市場一定是這樣想的 所以這些東西 就不是一面倒膩的 你之前做了膩 這些位置找位置 我們會主張這樣做 但這些位置先走去看探 就更加危險 那位置都不去看探 何況現在低位 我覺得現在市況處於一個整固期 第二季主張是分階段收集的 可能你過了四月份之後 過了企劫 你看到市場沒什麼事 就再去購貨 萬一五窮六絕 你在低位不斷地去購貨 就等七翻身 類似的概念是這樣 但你會不會特意想 五窮六絕七翻身 四月就一定有這些題目 我就不主張這樣做 純粹就是每年都這樣想 沒什麼意思 但短線來說 走勢上面 現在業績期這段時間 港股業績期 應該真的很難有太大的炒作 因為很多企業都會有些類似的想法 第一季OK 第二季疫情的因素拖下你 你不一樣死 所以道理都是跟美股相似的 這方面 業績很難是帶動市升的最主要因素 但對於港股 中港兩地股事來說 可能真的要看到疫情 開始多點曙光 開始改變狀況的時候 市場才會有信心